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美男时事通 我是Vivian 从这个礼拜开始 礼拜一的美男时事通 我们将会开始一个全新单元 我们邀请到全美政治领袖基金会会长 李树信博士 以他资深华裔美国人的角度 教育心理学专家的观点 以及曾经与美国政坛交手的经验 还有走遍全球多国的角踪 来跟我们进行对话 李树信単美国聊的 不只是与你我最相关的最新时事 还教你如何打造正向生活 以及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多样化的内容最接地气的话题 李树信単美国将带给你一个 全新的启发跟思考 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先介绍李树信博士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都非常的熟悉 因为教授呢 这个几个月来担任我们的 这个固定来宾 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 丰富的分享跟启发 但是呢 您可能不知道教授呢 他的背景啊 哇超牛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呢 在这个新的单元开播前 第一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李树信博士 李树信博士呢 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社会学家 政治家 教育家 以及作家哦 这个您可能不知道 他呢 在这个教育界哦 他从台湾这个大学毕业之后 就来到美国 来这个 完成他的这个研究所 硕士跟博士的学位 那在毕业之后 他就来到了这个 包含像是 休斯顿大学 阿肯色大学等等的 在美国教育界呢 有长达25年的教学经验 那教授呢 他也担任过这个 三十余项的公职哦 他不仅参政 最高呢 曾经担任这个 美国的教育部副司长 还有参与这个 国会议员竞选的经验 那他也在这个 中英文报纸的 担任专栏作家 还有出版了这个 八本的中英文著作 以及呢 担任教育影片的制作人 所以呢 教授在这个 孩子的教养方面啊 是非常相当具有 心得跟研究的 而且呢 教授还曾经获得 这个台湾的钢琴比赛冠军哦 看不出来吧 是这个琴棋书役哦 样样精通 那教授呢 他也这应邀呢 前往世界各国呢 来访问及演讲 在美国的政府跟社会都有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荣幸哦 可以跟教授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机会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在我们这个画面的右下角 有这个QR Code 是全美政治理秀基金会的网站 可以上这个网站呢 scan一下这个QR Code 到网站上面去了解更多 好 我们真的非常荣幸 可以跟这个李苏信博士来合作 一起来开始这个新的全新单元 所以教授要不要请你说一下 您对这个节目的初衷 还有对这个节目的期许呢 OK 谢谢Vivian对我那么好的介绍 很不敢当 不过我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 虽然我们生活生命中 有很多的不顺的时候是难免的 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蒙神 我并不是传教 我就是我很蒙上天的 祝福的一个小孩子 OK 生儿女 所以我这一辈子 我觉得我活得非常的 我不能说成功 可是我可以说多知多彩 我想这个没有太吹牛 OK 我尽量尝试不同的经验 甚至从天上那个 做那个sky diving 这样下来 或者怎么样 各式各种的 我都要试一试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当然到过全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 一百三十多个国家 很多地方还去了 两三次四五次的都有 所以不管是工作上 或者生活上 我都有很多的经历 不能说经验 就是经历 所以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向来的原则 做人做事 生活的原则 就是一定要积极地望前看 不要望后看 这是我不管有任何不好的事情 我就从另一方面来看 就像我们说半杯水 你是讲半杯满吗 还是半杯空 所以看你怎么看 所以我基本上 我常常都是看半杯满的那一遍 所以以后 我很looking forward 能够跟大家有机会 再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细节 各式各种都可以 因为我在美国五十多年 我不是吹牛 可是我进入美国 主流社会也很多年 尤其过去这二十年 对美国有更深的了解 所以我愿意跟大家进一步地分享 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人民 美国的风俗习惯等等 是 我真的也相当期待 因为我相信教授他这个 非常丰富的社会阅历 肯定会给我们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全新不一样的 一个想法跟思考 好的 我们今天事不宜迟 赶快开始我们今天 第一集的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要先跟观众朋友 来谈谈这个何谓自由 我想自由是美国社会 最引以为傲的 那这个这阵子呢 之前呢 这阵子呢 这个前总统川普 他因为不满之前 遭到这个社群媒体晋升 所以呢 他现在表示说 要对这个脸书啦 推特啦 还有YouTube公司 还有他们的执行长 要提出一个集体的诉讼 但是就有专家表示了 他说呢 鉴于现有的潜力跟法律保障 前总统川普的这个诉讼呢 可能是要以失败来收场哦 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啊 有一个第230条的法案指出哦 科技公司呢 是无需为平台上的第三方负责 也就是说呢 社群媒体 他可以为了主动的自我监督 或是进化网络 他有权 有权力决定 是否要刊登出每一个人的言论 或是评判 所以呢 借由这个诉讼案啊 也令我们不禁来思考说 诶 是否有真正的自由存在 眼看呢 美国社会是越来越分裂 那也想知道说 为什么人民呢 是不能为了共同的需要 跟利益来团结起来呢 很多人都很认同说 自由是美国最宝贵的资产 而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 我们究竟能拥有多少的自由 诶 今天这个题目呢 想必可以让你来 这个脑力激荡一下哦 我们首先先请问教授 自由感觉非常的抽象 到底什么是自由呢 OK 因为您刚刚讲了 这个前任总统川普的情况 所以今天早上刚好 有一件新的消息 是英国不是昨天吗 他们有橄榄球 那个最后的决赛 英国输了 所以很多的网民就像 那三位的黑人的英国球员 等于是说有点抱怨 说他们输了 就怪他们就用一些 很多的种族歧视的仇恨的言语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发布 结果导致于英国政府要求这些社交媒体 要加紧的管束这些不良的言论自由 你看 他们的政府 英国政府采取 就要求这媒体 就说你们要收敛 你们要好好的管束这些人 不要产生这种种族的这种言论 最歧视的言论 Anyway 我们今天很高兴大家思考一下 美国的自由究竟有多少 而且特别是在言论上面的自由 我们刚刚讲了 因为我们自由可以包括很多方面 不过我想我们去先在言论上面的自由 那么对于这个自由的定义 我从小长大或者我自己学习 我是认为你只要不犯侵犯别人的自由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把这个理念摆在你的脑袋里面 思考里面 我相信你就不会冒犯别人的自由 换言之力不冒犯别人自由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那当然你说我抢啊打啊杀啊 你就冒犯了别人了嘛 你就不能走 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领域上面 它很广 你可以涉及到历史社会心理学 人类学各个地方 但是基本上面 我们有两个方面的领域 就是讨论 就是言论自由的领域 一个就是无形的 一个就是有形的 那么无形的 那当然我们就包括的这个心灵的 比如说我们的自由 是不是你可以随便你怎么想 那当我们要做发明家的话 你是可以思想是有自由的 你要做哲学家 你思想是有自由的 你可以自由的想 可是你最好不要冒犯别人的自由 OK 这是思想上面的自由 那么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受约束的 是法律上的自由 那这个是就是说 我们在法律上我们不能偷东西 抢东西或者是杀人 这些在法律上我们已经很明白了 我们在这里就不必再多加了 那第三种的比较 就是说比较抽象的自由 就是我们常常考虑到身体上面的自由 你有健康 你就有自由 你可以去旅行 你可以做任何活动 跳舞 做运动等等 无心所欲 或赛场 做任何活动 可是你如果有点小病痛 或者是背痛 或者关节炎的话 那你就不能弹琴 像我是学钢琴的人 我很感谢神 我还能弹琴 所以我只是举例而言 很多人就不能弹琴 或不能坐院子 很多事情就不能做 甚至照顾自己方面都有问题 然后最后的一种自由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是 在这个比较情绪上面的自由 就是你情绪上面 有受了捆绑 有些人有很特别的忧虑症 很严重的忧虑症 或者恐慌症 或者是这种不安的 这种情况 常常有人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 mental上面的 或情绪上面的 这些 那他们当然就没有自由 因为他们很多事情 他们不只是不能做 比如说上班 不能上班了 甚至于他连做一个 自己的决定都不能做 他不能开车了 因为想 这个判断力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 这些方面的自由 那么当然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实际上的自由 我们可以谈论一下 教授你要不要跟我们再聊聊 就是这个 您刚刚有提到这个身体上的自由 跟这个情绪上的自由 那这个要不要跟我们多聊聊 其实还有很多的自由 像是这个财富上的自由 工作上的自由 对 他这个范畴 自由的范畴 很广 你要不要跟我们 以您的经验来跟我们多聊聊 对 那就涉及到 我讲的第二种 有形的自由了 OK 那么包括 最使我想到的 就是人际关系 我们的婚姻 儿女 工作 职场上的关系 或跟我们邻居相处的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就很快的 在这个人际关系方面解释一下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夫妻相处 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因为两个不同背景的人摆在一起 常常都有很多的摩 不能说摩擦 我就尽量避免讲父的 这种字眼 OK 我就尽量讲正的 不过譬如说 最简单的 你就发觉有时候睡眠的习惯不一样 甚至于 这个饮食的习惯也不一样 整洁的习惯也不一样 我知道 有些人就是 做个咖啡 还量得很精确的 有人做咖啡 就噗噗就倒进去了 那么 有人打扫的话 整洁的话 他就 我常常就笑 我老公是叫她画大字 他画一画就完了 那么 整个都没有做什么 有人是这样子 可是有人就很仔细 年冠姐姐 他里面的衬衣衬裤 在抽筋里面都结得整整齐齐的 那么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维持一个婚姻的长久的话 你就失去了很多自由 你不能随心所欲了 你一定要 他们常常很多人专家 他们就说是 compromise妥协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换言之讲好听一点 是妥协讲难听一点 就是忍受 你就是要忍受 你就是要改变自己 所以基本上的话 你就失去你从前的自由了 然后另外一种自由 我们也是有限的自由 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儿女 因为儿女这个代沟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尤其现在这个科技发展 这种代沟的产生是非常的更加速了 有的时候我想麻烦我一下 年轻人或我女儿 他们都烦我 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笨 我女儿跟我讲 你自己去玩一玩就好了 后来发现那也倒是真的 所以我就拾掉我的自由去控制她了 从前她小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她讲 嘿 你要给我做 对不对 我有控制她的自由 我是做母亲的 是不是 我现在嘴巴闭起来 自己想办法 我请你帮忙 OK 请Vivian帮忙 那么有的时候 比如说是 从前我们爱小孩子 非常就是说 关切他们 可是他们现在有丈夫 有男朋友 他不要我了 我也表达这个爱的自由都没有了 因为他不给我机会 是不是 换言之后就失去了这个自由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要需要调整 适应 那么我最近看了个电影叫做 欢迎 我非常推荐大家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那么就是讲一位父亲 很不满意她的女儿 的新的男朋友 所以那个新的男朋友 在我的眼中看的话 我是觉得金龟绪一个 你知道吗 也那么爱她的女儿 可是从她的眼光来看的话 她觉得她女儿 没有完全听她的话 所以她失去那个自由 控制她 讲男听的 就控制她女儿的自由 可是是因为爱 并不是她不爱她女儿 是因为爱 只是她的自由 备受了限制 那么当然在工作上面 我们也发觉 你不能随便乱讲话的 你写东西 发邮件 或者是做任何事情 用字用词的 非常小心的 我常常想 我常常讲 我用每一个字 在工作上面 每一个字词 我都要能够经得起 在法院上面 受到这个挑战 而没有法律的责任 或者是后果 不良的后果 所以因此我们 在跟老板工作的时候 你不可能就说 嘿 我不喜欢你 或者你怎么做 这个事情 做了那么没有思考 我告诉你的建议 你怎么没有做 这种情况的话 就会影响你工作的前身 甚至于你就吵鱿鱼了 被fire掉了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这种言论的自由 那么当然 我刚刚刚讲的这些 都比较是平等的 刚刚跟家人 这些邻居 但可是跟老板方面的话 就是上下的了 当然我们家人也有上下 比如我是一个老祖母 我就可以对我的孙子命令 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可现在已经 那个自由已经没有了 那是从前 五十六十年以前的自由 大概还会有 就是老祖母 还有说话的权利 现在老祖母 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都是要有调整 然后还就是说 工作上 我刚刚讲很小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邻居方面 我们也要特别小心 虽然我们住的地方 基本上是很安全 没有很多的严谨的规律 有的时候 有的社区 它有严谨的规律 你要遵守 所以你失去那个安全 像我很喜欢吃鸡蛋 所以我就在想 我养一点鸡不是很好吗 每天可以收蛋 我们家里面有地方 可以有个做个鸡笼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社区 不准你养鸡 所以它有规矩的 它可以 你可以养很多的东西 可能你不能养鸡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就发觉 我失去了那个自由 然后我们现在还想到 就是说 当然在工作上面 我刚刚讲过 我们 有的时候被强迫 要说谎话 那就失去我们讲 城市化的自由 邻居也有这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 邻居 我们的 同事们的这种关系 所以无形中 我们就失去了一些 原本的很多的自由 所以我就说 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现在尤其是 COVID完了以后 大家的情绪 都受到影响 很多人对华人 特别是亚裔 他们就很憎恶 所以你如果多戴口罩 他们也可能觉得你不对 你不戴口罩也不对 所以常常你就失去 戴口罩的自由 就像我现在 我就觉得 我没办法去做礼拜 因为我们礼拜的人 做礼拜的人都不戴口罩 所以我就失去了 做礼拜的自由 那么我只好在家里面 那么这些就是说 COVID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避免这个冲突 所以你在讲话上面的自由的话 你就要特别的受到限制 那么这Bottom Line就说 你有没有自由呢 你告诉我 在这个国家里面 我们有没有自由呢 所以教授 就是您的这个分享内容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 自由两个字 其实已经不是真的那么自由 当然是它是有前提底下 就是你不要侵犯到别人的权益 然后你也不能就是放纵 你也不能拿着自由两个字 就去放纵 所以其实自由还是 不是像它两个字那样子 感觉好像是无边无数 我为所欲为 我想做什么 我喜欢就可以做什么的 对 然后再来就像您分享的 自由好像在以前跟现在 它其实也随着这个世代 这个大使轮之下 也是慢慢的在这个修正 所以其实自由已经不像是 我们认知中的自由了 对吗 所以我们确保 我们这个国家是 已经拥有自由 所以我常常就在想说 如果我们要争取自由的话 你要争取什么种自由 有的时候你的自由 你要赔这个price 你要付出代价 对不对 那么 比如说 我希望我有自由 来爱我的女儿 可是如果 我用另一种自由 来控制她 我以为我可以像从前 他们小的时候 一样的来控制她 他们就不理我了 不理我了 我有没有自由了 连爱的自由都没有了 你那最后剩下一点点 爱的自由都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要常常 就是珍惜你所有的 要做调整 然后控制自己 但有些方面 我可以说 你可以唯心所欲 比如说有人酗酒 或暴饮暴食 OK 他如果不影响别人 他不要影响到 他家人要照顾他 他生病的话 他如果不顾这后果的话 那go ahead OK have fun 对不对 可是你要想到 你的后果 你会影响到什么人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就讲的 你的自由会不会 影响到别人的自由了 比如说 一位年轻的父亲 很喜欢冒险 到山上去爬 很多危险的地方 对不对 那么他觉得 他有自由来从事 他指责四号 可是他没想到 万一后果怎么办 或者他应该想想 如果something happened to他 他应该有点保险 或者怎么样准备 这些都要安排 这是你有负责任 所以自由从另外一方面 就是要负责任 那么我是希望 最终的话 就是我的自由 神给我这个自由 刚刚我在无形的自由 或者有形的自由 这方面的话 我能善用我的自由 来帮助很多人 来enjoy 来享受他们的自由 而不是用我的自由 来滥用我的自由 来利用别人 或伤害别人 那就错了 是不是 那么就像很多人就说 我有自由可以 开枪可以什么怎么样 可以你会 hurt别人 对 我有自由可以讲我的话 可是你也会 hurt别人 你就是不是像老板 你随便像你 你的 比如说你的儿女 或你的配偶 乱骂一阵 说我有讲话 自由 我要讲 你就讲什么 OK 那你就看后果嘛 要么老婆就走掉了 或丈夫走掉了 这个还好 因为你也许还会 重新再复合 可是如果老板的话 你一发个脾气 你说我自由发脾气 拍桌子 那你就走了吧 你就吵鱿鱼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 我们自由的限制 跟我们怎么样用自由 很多人都拿了自由两字 就是当做一个借口 或是一个免死金牌一样 来要求身边的人 要来配合 或是 但是这可能就是会去影响 到别人 你身边的人 甚至是整个社会国家的 一个安危 那古时呢 也有一句话 无自由 您无死 这句名言 大家都很熟悉 可是呢 我们正常好好去思考一下 虽然自古以来 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呢 你可以从一次又一次的 这个战争或革命中 看到出这个自由的可贵 但是在现今的社会中呢 自由两个字呢 是不是真的是可以 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子 你可以尽情的挥洒 可以这样子放纵 你所想要的这个情欲呢 这个是值得深思的 那今天呢 教授他这个分享的 这个对自由的看法呢 不知道有没有颠覆您的想象 您觉得自由离您很近 还是很远 那您觉得您真的自由吗 我们欢迎呢 观众朋友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呢 跟你这个疑问哦 寄到这个 以下这个信箱哦 Aster Lee E-S-T-E-R-L-E-E-X-F-N-P-L-Web.org 欢迎呢 把您的所有的想法 想要跟我们教授分享的 探讨的 都可以寄到这个信箱 那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李树信谈美国全新的风貌呢 希望您喜欢 我们也谢谢教授 谢谢 祝您顺心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